在彰化县河美镇这个一个民宅里头 今天下午经传了凶杀命案 有37岁的赖姓百魔工人疑似 跟67岁的红姓男子发生了口角冲突 他竟然是持西瓜刀砍杀对方颈部 导致红姓男子失去呼吸心跳 送医之后抢救不治 铁皮屋内拉起封锁线 警方在床仔细搜查要了解整起事发经过 因为彰化河美镇河头路这处民宅里 13号下午2点发生了凶杀命案 住户睡个午觉 没想到却听到吵架声还发生命案 画面中躺在救护车上被紧急送医的 就是67岁的红姓男子 他下午来这找朋友却疑似汉37岁 在这里租屋的赖姓百魔工人发生口角冲突 就被赖姓男子持刀砍杀后颈部 刀户在胁迫当中 送医时没了呼吸心跳 长度大概是4公分 宽度大概是2公分 有一个刀砍 那有发现后颈有一个伤口 过了30分钟的急救之后呢 可惜仍然回天乏术 目前身上只有看到一个明显的 颈部的伤口 除此之外好像没有其他的伤口 红姓男子送医之后仍然伤重不治 警方在屋内找到作案用的西瓜刀 也在附近逮捕到赖姓嫌犯 据了解 红姓男子和嫌犯都是板魔工人 之前两人疑似就有嫌隙 这回却再度爆发口角 还演变成命案 赖姓嫌犯被警方带回侦办 恐怕得为他冲动的行为付出代价 记者陈胜伟 陈正茂 陈怡荣 张华报道 台南一名瓦斯工人呢 他今天下午到台南火车站附近的民宿 在更换瓦斯桶 却不小心引发了气暴 民宿内部的洗衣区一片狼藉 不仅墙壁是大片焦黑 大量的衣物以及塑胶带都被炸破了 60岁的科兴工人呢 是当场被炸飞 脸部是一度烧烫伤 右手臂是二度烧烫伤 就连他的鼻毛 头发 眉毛 都有烧焦的情况 救护人员到场之后呢 是紧急将他送医救治 途中也不断冲水降温 而至于整起的气暴原因 还有待调查理清 诈骗集团横行 提醒大家不要被骗了 前阵子呢 有很多的台湾民众被骗到 柬埔寨去当主宰 被迫替诈骗集团来工作 而最近呢发生了一起案例 受害者竟然是柬埔寨的总理洪森 整起事情呢 其实是洪森他自爆 他说呢他收到了一封简讯 简讯内容是用英文写的 好 内容呢是要求他要汇款 那收到这个简讯的时候呢 这个总理他就觉得很纳闷 立刻派人来调查 经过调查之后呢 发送简讯号码确实是柬埔寨的号码 但是发讯的地点被查出来是在台湾 因此呢柬埔寨的总理已经将这个号码公布了 同时他提醒了避免大家不要再受骗上当 海黄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PI714 享有折扣哦